今天,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去世了,这对于一些明星来说也不知是喜事悲,之前他每出一番言论,必能引起一番争议,也曾说,娱乐圈的不好。 痛批娱乐圈是个下三烂的行业,虚荣骄纵,不务实,这也带坏年轻人,除了说娱乐圈外,他似乎还炮轰过很多大牌明星,这次咱就聊聊他曾炮轰的明星。 李敖炮轰林青霞这件事是比较出名的,当时林青霞过60岁生日,林青霞的富商老公给他一栋价值11亿港元的豪宅,李敖当时可能看不下去了,于是发动态炮轰林青霞,林青霞当年如不嫁给这么一身铜秀的丈夫。 而能霞光映照在自己一脸的清灵之气上,该多么好!当年的林青霞有他独特的美丽,琼瑶的俗情气埋没不了他,二琴的枝粉气埋没不了他,但他却为港仔的铜秀风华落尽,真可惜啊。 短话当年也引发不小的争议,不过,想说,人家林青霞选择当富婆这条路,而不是继续当演员又有什么不可。 其实人家只想当个明星,当个相夫交子之人,而我们却非要让人家当个演员。 如今蔡依林的事业也算比较顺风顺水,前段时间蔡依林生病也是让很多网友的心疼,但是说起她早年,也曾被李敖炮轰过,仅仅是因为她说了两个字,老娘。 男人习惯以老子自称,女人有时也习惯以老娘,自称,而天后蔡依林,似乎也很习惯这样称呼,可惜遭到了李敖的炮轰。 这件事是前几年蔡依林举办演唱会。 她发动态说,老娘就是要改变你们看演唱会的习惯李敖当时可能更看不下去了,直言,这年轻人中文好差劲,活到老学到老是好事,但是学到老活到屌就很差劲了。 这一番言论确实比较特毒,不知当时的蔡依林有没有要给李敖决斗的想法。 李敖生前也曾炮轰小S,这件事还得从当年的康熙来了说起,当时最后一期,传出嘉宾是李敖,但是不久后,李敖否认死事,表示小S,程度不足,直接炮轰小S,妖娆有余,程度不足,已无知通吃两岸而俗化之,碎果碎果。 小S也很大度,当时也表示,就让他骂吧,不过,不久后两人又在综艺节目上和解。 当时周杰伦可是走的偶像路线,不过却惨遭李敖炮轰,上综艺之言,周杰伦丑,说他没什么好看,当主主持人问他,周杰伦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你了?李敖说,他长得丑就是最大的得罪。 其实当时周杰伦走的偶像路线,也不至于被他说得那么丑,他还表示,如果周杰伦粉丝骂他,他会骂那些粉丝。 说起华仔,那可是无数人心中的偶像,多少女孩心中的梦中情人啊,可是他也难李敖的炮轰,甚至像直言周杰伦那般,也间接说刘德华丑,他表示刘德华长得不好看,还说刘德华长得有点苦相。 李敖这张嘴也是天不怕的不怕了,难道不怕被刘德华、周杰伦粉丝轮番上阵炮轰你吗?你这可是侮辱了好几代人的偶像和品位啊。 就目前看来,李敖的名声似乎比较差,他也似乎把打官司当作养生,炮轰他人更是一流,厌恶者,说他像剑盘侠,喜欢者,说他是敢说之人。 至于他究竟是哪版,这似乎难分难辩。 你对李敖生前炮空明星有什么看法?李敖,自敖之,台湾作家,政治评论员,政治人物,文化批评者,中国近代史学者。 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,籍贯吉林浮渝。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一页,1960年代在文星杂志上立主西化,为胡适辩护,掀起中西文化论战,1970年代曾因捍卫台湾的思想,自由并揭发政治犯名单而成为政治犯,服刑五年八个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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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